沈小楠 到 颜柯 到 熊一帆 小叔 熊一帆同学 熊一帆也选这课了 书袋子 到 罗欣 到 好了 同学们 在今天正式上课之前呢 老师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门选修课程的考核标准 一共呢分为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考勤 第二部分是小组作业 第三部分是期末测评 那在当中呢 小组作业的部分 占到了我们总成绩的一半 所以啊 每一位同学 都要引起重视 接下来呢 我们将进行到小组的分组 我们每一组 最少两个同学 最多不要超过四个人 那在这里啊 老师要特别地提醒一下 每一位同学了 大家一定要主动地 积极地加入到小组 当中去 因为没有小组作业的同学 老师非常地担心 会影响到你们的期末成绩 大家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错了呗 也可 再做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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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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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老师 我迟到了 这位同学 你怎么分组第一天就迟到了 对 对不起 老师 不能因为我的课程是选修课 你就不重视啊 我 不是 你看 同学们现在都已经分好组了 你怎么办 你是体育系的学生吧 你是体育系的学生吧 如果你下次再这样的话 我可就要劝你改课程了 对不起 老师 老师 我们走还缺一个人 进去吧 我们不是一组的 我们一组不是和国 你们三个人够了 音乐介绍了 谢谢 不仅是一门音乐课程 没想到你对古典音乐有兴趣啊 大家呢 都是文体院的学生 文艺生 古典音乐可以提升技巧 在我们的创作过程当中 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了 我们体育系的同学 我们的体育 也是一种力量跟美的结合 也是一种艺术 硬着头皮选这门课 居然还跟颜柯分到了一组 值了 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没有 没有 那没有问题 我们就下课了 颜柯 今天收留我 可不可以请你吃个饭 不用那么客气 你的嘴 怎么了 颜柯 颜柯 我校园卡找到了 可以先借一下你的吗 你怎么还不好 我体质好 三天之后就得好 来 来 来 好 谢谢 谢谢 感冒我多吃一点 嗯 还有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鱼 还有这个 那鸡蛋跟豆腐跟 西安花脚 我到底听谁的 听我的 那 好歹 有一份 你感冒了要吃清淡一点 知道吗 不是 这一份 你 你 点点 一份 下次请你吃回锅肉 知道 下次是什么时候 等你感冒好的时候 你怎么只喝汤啊 我得胃有点不太舒服 内情练的 那你都不饿 习惯了 就吃些甜食 保证不胃低血糖就好了 你不用管我 吃你的 难怪你那么喜欢吃糖